哈喽大家好你有玩过软路由吗 软路由呢一般呢是没有无线模块的 所以我们需要搭配硬路由进行使用 那本期呢就来开箱体验一款 软路由加硬路由的有机结合的路由器 来自GL的AXT18 这款路由器呢主打便携并且支持OpenWRT软路由系统 以及支持最新的WiFi6技术AX1800的规格 使用下来呢感觉也不错 所以来简单体验分享一下 我手上拿的这一台呢是煤白蓝紫色的包装 这就是机器本体了真的挺小巧的 其他配件呢有一个Type-C电源 参数是5V4A 一条千兆网线 正面为指示灯 背面呢有三个千兆网口 提供了USB3.0的接口 天线呢可以进行多角度的开合 侧边有一个TF卡槽 也可以进行文件共享 右侧有一个重置按钮以及模式的切换键 底部做了很多散热的镂空 音乐可以看到呢里面是有一个风扇的 经过拆机之后呢确实有内置的风扇 以及两个很大的散热片 应该是考虑到处理器以及WiFi6芯片的发热 所以才加入了主动的散热风扇 这台机器处理器呢是高通IPQ6000 128兆的闪存加512兆的内存 支持最新的WiFi6规格为AX18 最重要的是它支持这个OpenWRT系统 据说姚大呢也正在为这台机器适配 这一个固件 OpenWRT的玩法呢非常多 这台机器的特色功能呢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这个USB3.0接口 就可以把它变成一台NAS来使用 下面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测试一下这台机器 来看一下官方系统的后台界面 这路由器呢支持多种上网 常见的以太网也就是拨号 中继信号 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热点共享和风卧网络 你可以使用数据线将手机和路由器的USB口进行连接 然后打开手机的USB共享网络 它就可以把手机的热点进行一个信号的放大 经过官方定制的系统呢 使用还是挺简单的 而普通的路由器啊各种功能的展示呢 也是没什么区别 官方系统的软件包这里呢 你可以等它这里更新完列表 然后搜索你想要安装的软件就可以 并且还自带了远程管理 你可以使用官方APP和路由器进行绑定 比较好用的是这个广告过滤吧 一键开启可以帮你过滤不少广告 其次呢就是最主要的这个网络存储 也就是它有USB3.0接口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台NAS 后面的话会对这个NAS的速度呢进行测试 其他的就是有这个更多设置 有个高级管理这里 你可以点进OpenWRT原版的LUSI界面 不过呢原版的它没什么软件之类的 需要自己安装 当然它强大的支出呢 就可以刷第三番固件 或者自定义编译固件来进行刷入 据说LDA呢也在为这个路由器进行固件的适配 在NAS上搭建了内网测速服务器 宽带来说900多兆跑道是没问题的 我这300兆轻轻松松就不再掩饰了 下面来测试一下内网的速度 现在是靠近路由器的情况下测试 隔了一堵墙大概两三米左右的测试 里路由器大概有五六米远 然后隔了一面墙的情况下 机器呢有USB3.0接口 现在给它接了一块MSATA硬盘 来测试一下它作为NAS速度怎么样 接完后在后台的网络存储这里 将这个SAMBA打开 除此之外呢 你还可以进行用户管理 这也是作为一个NAS的基础的功能 然后添加这个共享的文件夹 这里可设置一个读写的用户 以及止读用户都是可以进行添加的 然后选择应用 这样就完成了NAS的共享 好的电脑上呢 已经可以访问这个共享出来的文件夹 来测试一下这个速度 可以看到这里速度呢 有40多兆左右 可能电脑离路由器有点远 正常的话跑60M5B是没问题的 当然有线的话肯定跑满前兆了 这个就不测试了 按照这个速度来说的话 作为一个轻量NAS使用也是没问题的 这台机器呢 除了官方固件之外呢 还可以升级这个第三方的固件 也可以自己编译 比如说论坛就有大佬放出了 这个5.4内核的固件 它也集成了不少的软件 或者你按照它的这个地址呢 去自己编译也是没问题的 当然一个官方的大佬呢 也放出了这个代码 也教你怎么去使用这个命令去编译 可以自定义自己想要的一些软件包 也提供了编译好了 直接在后台就可以一键升级 因为刷了三方固件呢 有可能这个中计啊 或者说热点共享呢 据说都用不了了 有时候会需要使用到热点共享这个功能 所以我目前呢就没有给它尝试刷机 如果你会编译的话 我觉得按照自己的个性呢 去定义这个软件包 使用起来应该会更加开心 好的通过前面的分享呢 相信大家对它也有一定了解了 它的缺点呢就是要到94度 才会触发这个风扇的转动 所以你要自己去自定一下命令 把这个温度调低一点 第二个缺点呢就是价格相对有点贵 因为可能这种便携的路由器呢 也是比较小众的市场 所以成本呢相对会高一些 这么小的体积呢 我以为它信号不怎么样 但是得益于它内置的F1M5信号放大器呢 实测呢覆盖中小户型来说是没问题的 以及呢不支持MAS主管 如果是大户型想用多台来组的话 那就不行了 这种呢就非常适合有便携需求 以及想体验一下OpenWrt系统的小伙伴 好的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